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高达老母大作战 今天又去一个奇怪的地方 走多一会儿 现在我要找一个坐电梯的大堂 因为今天是星期日的关系 正门是进不了的 我现在就要找 究竟客车的大堂在哪呢? 可能很喜欢吃鸡 升降機又臭 又骯髒 不过都要出一会儿 出了升降机后 就看到 找814号的门牌 就会看到这个了 在这个位置 其实都已经隐约听到四驱车的声音了 继续去探索一下 不过这里也是有一股怪味 就是这里了 就是这里了 好,那进去再拍吧 好了,那今天呢 来到这个地方 叫车厂的四驱车厂了 进来就坐定定 刚好就没人放车 可以静静地录一录音 拍一拍片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看看呢 其实我已经准备了了 桌面这一部四驱车呢 就应该是叫Fiesta Dune的透明软壳 那这一部呢 已经是我四三十年 差不多三十年以来 再继续的第一部车来的 那究竟跑不跑得移动呢 我都不知道 而且连上那个电池 里面的电池壳 我都不记得 安装了 放在家里 因为呢 为什么不记得安装呢 是因为这个胶壳 这个胶壳 这个胶壳 即是 呃 这个GP电池 是比正常的电池 大一点点的 所以这个胶壳 卡住不了 所以就 没办法了 不重要 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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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电池飞出来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那可能下次呢 买过另一只电池 就小一点点的 那这个呢 因为我今天准备来 所以呢 就特意昨晚呢 就留夜砌了一部车 真的呢 三十年以来 再砌回一部车来的 那 很多东西都没做的 譬如 brake in 摩打 没做 洗 啤零 没做 嗯 很多东西都没搞的 就是胎没磨 那 但是不要紧了 今天来到就试一下玩一下 过一下忍 那样的 那当然啦 如果来这里呢 是要收钱的 那收多少钱呢 那我会在这个描述 加回一条链 大家就知道大概是多少 嗯 现在还有什么搞呢 就是钉钉 以前小时候都没有玩这么多 这些东西的 不过月看月看啊 又买下买下 那就做了这么多东西了 譬如這個 Roller 都放了 1、2、3、4 4個Bellon 這麼多 所以真的是超順的 但是有沒有用呢 我不知道 可能一放進路軌那裡就炒車 我也不知道 所以整架車都要試一試 我是特別喜歡 Fiesta June 下次可以拍給大家看 我究竟有哪一架 Fiesta June 的車殼 那好了 現在蓋上蓋子 就先放一下車 剛剛講過了 其實我這輛車新組 裡面的齒輪 馬達 很多零件 下了油 但還未完整的 不過我沒有理會它那麼多 總之就先玩了 再說吧 怎麼放車 我差點忘記了 Woo 這麼快就炒車了 先看看 過來吧 嘩 又炒 炒到 輪子都不知道在哪裡 謝謝 炒輪子都不知道在哪裡 做一個輪子在哪裡呢 看看 先找一下 對了 現在找不到輪子 讓我先找到輪子 再繼續輪子 變成這樣 好了 那 回到桌子上 就要做一點點工夫了 因為偷懶的關係 其實應該要在輪子和輪子中間 放一些雙面膠紙 那這些輪子才不會飛出來 那好了 現在讓我先放雙面膠紙 好了 貼完雙面膠紙 先滾一滾 先滾一滾 先 把雙面膠紙和輪子 貼貼一點點 好了 那就可以去了 好 準備 我們再放 換這隻手會比較好 嘩 還是炒 還是炒了一個好位 好 回到檢查一下車 發現有兩個問題 因為跳台位 會飛過界 所以就要加一個東西 那個呢 看看 那個就是一個 跳減速器 減速器 然後就放在後面 放在縫尾那裏 另一個呢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電已經飛出來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車是會自動停車的 OK 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 因為衝擊力太大 所以 直接看見這支防滾桿 已經是歪了 向後傾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如果在旁邊 就看到這個 防滾桿已經嚴重傾斜 那整支東西已經是捲了 那好了 現在呢 就要入皮 進行緊急維生 捲到這樣的 捲到這樣的防滾桿之後 亦都是加了這個 這個叫什麼 減速器的 其實呢 減速器之外 要加快 叫做減速海綿 不過呢 我想先試一下 那就 事不宜遲 一去看看這輛車 走得如何 好了 原來呢 在車場這裏 有跑步機的 讓我先試一下我的車 有沒有OK 那部車 有沒有OK 我加上這個 這個 煞車棉 因為呢 一定會飛到 出界 那麼呢 這裡呢 已經設定好 減速器 那我就 先按 按了 做得到 對 很棒 有 很棒 有 很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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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這輛車大概有28公里 per hour 不錯,不過它有兩部,我覺得兩部出來的效果是有少少分別的 那我就試這部先 按開始 ,讓我去不掉 拿去一朵 將會放置一朵 勾發 這部檢查到有26 不過可能輪子不太穩定 影響了結果 應該要下場試一試 我怕炒車 先看看 先看看 先開車 炒了 炒了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是這麼多 因為真的有時間安排 下次再見 拜拜 還沒中 既然 打不下來 可以 安排 打不下 打不下 parti 好